换句话吧 请信书 好 那各位省下的老师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景点是 黑桌的荒地大路 所以我描述了 就是黑桌的黄金大路了 我们是一边避到上了 往远平台这座山 那里边的 两个八点熟悉的 清门扎落山 那么这个景点 是我们要为了 世界上的第九家奇迹 就是最后落伍的艰蜴 那么没有当喊息 和雨季交替的时候 最后多注目 就会参加场队 开始了我们的最终大解析 那么找到实体生存的地方呢 寻找更加多的材料 过河呢是有顺序的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批 今朝一路的大解析呢 是叫我们妈妈 也叫做独立 是市场最多的大型市场 那后面的最终的呢 就是我们的班牌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 就是小巧的领导 那么你来了 为什么他们要排在这类过河呢 原来呀 咱们的实性食物 决定了他们的进行方式 由于河东 它们所使用的草的部分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的嚼子啊 它的牙齿呢 相对来来 没有那么建议 这适合吃草尖 所以过河的第一批呢 这个小嫩草尖 就留给叫我妈妈来吃了 而我们的班牌 是能化在这类质内 它的牙齿感在磨成度非常高 所以呢 适合吃草中段 所以你所看的最高的部分 最中段哪个为了它们 而到了这个草根吧 非常难建议 我们的营养价值比较少 我们的小鸣鸣啊 我们就不在咀嚼咀嚼咀嚼 本厨本厨来吃的鸟 所以我们的草根 就留给了小鸣鸣来吃 所以大家的饭子非常有趣 那么多个千禧呢 就没有看着很多的包装蜜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如鸣鸣 就是这样的呀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非洲食和班列豆啊 那么这些标本啊 栩栩无收 展示了全球最先进的标本 制作技术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的血管神经表情啊 都表现得很一条微笑 大家可以看到啊 非洲食 没成为草原之王 那么熊狮和磁狮 是非常好分辨的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样的棕毛的 就是熊狮是狮王 没有棕毛的 就是磁狮 那其实呀 在光河独的房子中 有这种磁雄良心的特点的时候呢 并不太多 像老粉独 花豹 我们的梦 你看呀 它是终于是独于磁雄的 而狮子 这个终于是狗狼 就算有色色了 那说到它们的性别风光 它们的这个社会呢 职能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想想 不是这个狮王管狮猎 还是磁狮管狮猎呢 对 磁狮管狮猎 它东西 我们都看过啊 那么熊狮呢 固然是威风领领 但是呢 它是不菜做饭的 而真正追逐猎狐 还要靠磁狮来狮猎 根据不同的等级来进食 那么熊狮的职责是什么呢 两件事 第一就是反吃 第二就是导回灵狗 那所以呢 这个场景呢 我们也表辉了动物之间的关系 讨厌那一番猎狗啊 又来骚扰狮群了 所以呢 熊狮是一跃而起 一巴掌拉走一只 来捍卫井的那一刻 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熊市 还有白贵龙 那么建筑的呢 还有铜铸 那么它们是草原的青藏夫 那么很好呢 去可以吃草原的深海平衡 我们再往树上谈啊 有一些细节啊 不忘记关键啊 就是树上 掉了这一配备的泥土潮 这些药潮啊 非常精美 是非洲主要选择的药潮 那么这药潮之间在哪里啊 它并不仅仅就这一个入口 后面啊 留意了一个抽控呢 这鸣鸣鸣非常的聪明 一旦有舌路顺的鱼 能从进来的时候 它会同一个会同后 推出去 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么这个厂长呢 跟它们的祭食 非常现实的 大家猜猜吧 它们没有手没有脚 只有凝巧的鸟会 那么陈正在这样的 一村里的抢药潮 借过盘 给大家算就是讲啊 第一个 十分钟 第二个 三小时 对吧 实际上呢 在动物学家眼中呢 长颈鹿已经由八种变成四种了 原来分成了八种长颈鹿 跟它们的生活的环境不一样 它们的花纹不一样 它们区分了八个种类 那么八种太多了 后来又进行了合并 现在呢 我们主要能够更多看到的是 南非长颈鹿 马赛长颈鹿 网纹长颈鹿 和格鲁长颈鹿四种 我们看到的这个呀 就是非常典型的网纹长颈鹿 那么说到长颈鹿呢 我们印象最深的呀 就是它的脖子了 大家都知道 长颈鹿是陆地上最高的动物 那我问问观众朋友们 长颈鹿的脖子当中 有几节颈椎骨 我们先想想我们人类 人类是有七颈的 那这么长的脖子 还有几节呢 对 也是七 这问题就问大朋友 大家可能都能答上了 小朋友有时候会猜 就认为脖子长 这个颈椎骨就多 其实不然 那么它呢 依然是只有七颈颈椎骨的 但是每一只颈椎骨呢 特化变长了 那么长颈鹿的脖子呀 还隐藏着一个秘密 大家可能不知道 大家想一想啊 这么高的生物 如果长时间低头下来 河水其实是很危险的 它就会造成脑缺氧 心脏也受不了 血压也受不了 那怎么办呢 那么长颈鹿的脖子呢 就给我们一个仿生剧的启发 帮助我们飞行员 解决了大难题 大家想想啊 飞行员在驾驶战斗机的时候 在高空要快速地转弯 旋转 它也面临着血液回流的问题 怎么办呢 那么飞行员会穿一种 叫做复身衣 那这个原理啊 就是跟长颈鹿学来的 我们通过脊椎动物解剖学 发现长颈鹿的颈椎周围 有一圈特殊的肌肉 叫做颈部环形肌 这个颈部环形肌呢 在它低头的时候 防止血液倒流 它会肌肉有一个运动 把它的血面夹在这儿 短暂的时间不到这儿挥流 所以这样的一个奇妙行为呢 给我们人类启发 就仿生学研制出了 飞行员穿的这个颈身衣 素身衣 所以呢 生物学给了我们很多的 启发和帮助 这样的例子呢 也有很多很多 我们再往这边看啊 那么这整个前套牙 后套牙呢 前面看着有疗牙 一旦发现了危险 那么两个疗牙 作为人机 是可以直接跳出来 湿度的肚皮呢 后套牙 这边的牙 其实是正牙管 细套牙 它们刨起来的时候呢 尾巴会高高的竖起 不停地咬牙 但是会成了不停的动作 有的时候是向前咬 有的时候是向后咬 让它得发射信号 到湖外 湿的离物还要多远 我们省着安全啊 最后的生存标题啊 是前靠牙 后靠围 所以这个行为走 描绘的呢 就是它现在没有理想啊 有列号 都得分离不出去了 就得开始咬 来分离自号 传递出去 那大家想想啊 它在休息的时候 怎么能够防止 使用某个人的偷袭呢 它在哪里休息呢 是拉个洞 还是毛包拨 还是在延迟上面 落着呢 它其实啊 是会把他扑的 把他扑的 把他扑进去 那么它呀 特别的非常厉害啊 它是屁股先慢慢 把它扑成六平 把手扑在外 一般我们要进度尺寸 那么大家注意看 那一般的列宝 它身上这个黑纹 还是比较省的 而且很少有一种 背部啊 过着穿到困住的 这个狮子的纵纹 一条一条的 那这个典籍的 网列宝的特点 网列宝是用列宝的 净土变形 保存下来的形状 那么我们做过研究套机 一清头列宝反中 才可能就有一头 发生了净 变成了不同的色型 而且还保留下头 所以网列宝 就变得非常非常地爽 尽管是一个净土变的东西 而在全中国呢 目前只有 列宝区后列宝的标准 不让大家看到 那么纯区呢 就正常在我们国家 在我们和我们 会有点一样 那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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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